今天我們首先 無鎮力熱 版本最強四手 第七小丑 嘿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來講的是第七小丑 剛才滿好強的完全不像話 把六位以前的一套高爆發 而且呢注意到我們的子彈 強化子彈呢最多可以打到五顆 而且呢要刷新子彈 獲得子彈的方法還挺簡單 所以後期可以做到呢 有持續的輸出 有高爆發也有持續輸出 當然呢作為代價的話 操作稍微更難一點 小丑呢跟亥犽有點像 要有操作呢射得準才有傷害 不像卡芬妮或者凡恩 只要懂得普攻呢就有人投射 玩小丑呢手感還挺重要的 要懂手感呢 而且要懂什麼時候該進場 什麼時候該退場 如果呢一技能射得準的話 懂得用強要普攻 通常小丑傷害會很高 反正呢如果你一技能射不準 強要普攻也不會觸發 這樣子傷害一定覺得很低喔 基本玩法呢跟舊小丑差不多 如果呢以前你就會玩小丑的話 那這是一個完全的改強 來抓敵方的打野 擺帶走後的手殺 射一射敵方的輔助 這邊可以持續輸出 注意到關鍵在於一技能不要空 一技能傷害很高喔 不管是打架中呢 還是用來消耗都可以 小丑一技能呢可以說比較難命中一點喔 主要是他多了一個施法時間 但子彈飛行速度呢還算快 而且呢距離也算長 像這樣子用最遠距離 受了敵方的亥犽 在敵方靠牆的時候呢 最好預判喔 畢竟靠牆呢已經沒路可逃 清兵也可以 或是子彈方法呢 有一技能命中小兵野怪 一技能命中英雄 開啟二技能 或者呢隨著時間 平時對線的時候呢可以像這樣子喔 用一技能呢把敵方血量壓低 幫我們打野赤魔龍 前面赤魔龍跟血球還挺重要的 這邊我們開局呢 是百分百參團的開局 快速洗兵 鞋子呢滿是跑出鞋 所以我們也可以快速到其他線去支援 二招跟三招呢基本上是單挑使用 平時輸出呢就靠普攻跟一技能了 把敵方的一顆血量壓殘一點 這樣子他要一直回家 回家的話呢代表他不能吸金燈子 不能吸錢 小丑呢是不怕物理攻擊的打野的喔 像趙雲呢悟空呢什麼的都不怕 畢竟我們只要開二技能 就可以完全無視他們的傷害 如果敵方出魔攻打野的話呢 我們就要稍微的小心一點 將起羅之類的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他們可以秒我們 我們也可以秒他們 互相秒殺的概念 另外一題呢小丑 以射手單挑非常的強 唯一真的跟我們比較深算的就是凡恩 畢竟凡恩 飛鏢呢 可以穿過我們的二技能 大家可以試試看是誰秒誰了 我們的優勢在於守教藥場 不管對哪裡是射手呢 都是用一技能一直射 射到敵方受不了 如果進入斬殺線呢 再進去收割 小丑強要子彈呢 推塔速度也很開 先把他水洋壓低一點 這樣子我們隊友好收頭 OK 收敵方瑞克 拿個魔龍 一技能在真命中敵方英雄 這邊大意了點 敵方那塔竟然火那麼久 用我們的第一次做我復死 做我復死其實挺重要的 前期倒下呢 也可以快速爬起來 不會損失經濟 節奏也不會掉 你要練的就是這一招喔 如何用一技能 命中敵方射手 通常敵方被射到呢 血不滿的話 就會怕怕的 不敢出來 這樣子呢我們就有更大的壓制拳 掩護一下我們的艾蜜莉 艾蜜莉大招呢 很克 納塔亞 颯枷 這種多段傷害的 先清兵 子彈命中敵方英雄呢 會獲得很多強化子彈 好噢 敵方還要很殘血 找個趙雲 已經沒了 中路下坡必須要抵達 繼續消耗敵方英雄 基本呢小丑玩法是發育的同時 用一技能把敵方水量壓低 如果敵方不信進入斬殺線呢 就過去普攻 通常普攻一技能 或普攻大招 都可以收口 尤其是呢使用大招之後 會增加攻速 搭配我們的強化子彈 基本上呢爆發也是很高 開二技能 先躲過敵方趙雲 使用大招加速 把敵方亥犽打殘 就一個一技能斬殺 拉開 這波還可以咯 相當驚險 小丑一技能呢 還附帶環速效果唷 玩小丑呢有時候也要多多使用普攻 跟樹同樣的道理唷 不能夠只瞄準 小丑呢可以算是比較靈活的樹 小丑就像狙擊槍 小丑就像狙擊槍 而小丑呢就像 步槍 欸成功拆個高地塔 7分45秒 留著招勇 大招活的加速呢 我們的速度是很高的 小丑不怕服了人喔 畢竟我們爆發少量很高 可以激活他 跟隊友一起 草擬有人 先來吃個魔龍 有台炮車 先吃炮車好了 比較多錢 魔龍是幫隊友滾水球的耶 敵方藍車了 我們先來吃個藍好了 趙雲 喔 這邊可以喔 緩速之後 把他帶走 兩槍 這邊有多大少有事喔 小心一下敵方藍塔牙了 這裡我們看 暫時推不進去喔 先拉開 準備一下呢 待會再來進攻 先拉開 趙雲 玩小手呢 一級的命中敵方英雄 有一種特別療癒的感覺 很舒壓 我們來吃拳的武器 第三件大裝 先來吃個藍帶鎖 喔 這邊打得起來 不要靠太前喔 在外圍輸出就好 走太前呢會成為敵方急火的目標 命中 被我們射中呢 通常就要回家補血了 敵方就少一個防守 趙雲 收入趙雲 緩速 大招普攻 這裡敵方剩下一隻射手 那每一萬人呢 可以直接結束遊戲了 出於敵方的主堡 贏了這一場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 第七小丑實戰解說 目前版本呢 當之無愧的最強射手 小丑呢要練好的是 一技能的準確度 再來呢就是使用技能的流暢度 比如什麼時候給他開無敵躲招 什麼時候呢可以使用大招加強化普攻 他跟蘇魚有點相似 不要只會瞄準 普攻也很重要 那我是尚恩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